原警遭到通緝犯刺死的案件 在剛剛台北市警局 他們也發放了撫恤金1200萬元 我們來看看 撫恤金的部分 我們都會重憂的來依撫恤 這個當中有包括警政署的慰問金 有包括警安基金 還有包括撫恤金 大概加總1219萬左右